12月21日,夏威夷·基拉维厄火山再次喷发,有关部门表示不会对公众造成危险。 哈雷马墨火山12月20日晚上爆发,随后在火山的南侧发生了4.4级地震。 哈雷马墨的横拍镜头显示,火山口内部有熔岩流,岛上冒出了滚滚的浓烟。 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其网站上的一份声明中表示, 未检测到哈雷马墨火山喷发产生的爆炸,所产生的落沉对于公众来说只是一个小危害。 基拉维厄火山的喷发是自2018年以来发生的最重大的火山活动。 2018年,封顶发生了一连串的地震和爆炸,迫使居民在几个月内撤离,数以百计的房屋被熔岩流摧毁。